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人物 因为他从贫农乞丐走到了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位置上 也因为他严惩贪官减免赴税大兴科举 开创了洪武之治的盛世局面 但同时他又多疑严苛滥杀了不少明朝的开国功臣 所以后世人对于朱元璋的评价始终都是争议不断的 而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人物 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就强迫百姓养马的举动 也让他的形象更具争议 众所周知历代中元王朝都有一个共同的强敌 那就是北方的游牧民族 由于游牧民族拥有强大的骑兵力量 而中元王朝的兵力大多是步兵 一打起章来就高下立先 所以中元王朝也都知道培养骑兵的重要性 而要培养骑兵就必须要有好的战马 明朝以前战马都是由朝廷设立马场统一饲养的 但朱元璋登基后 为了增加战马的养殖数量 当然也为了省钱 便下令由百姓养马 还强行规定 北之力每三丁养摩马一匹 二丁养尔马一匹等 而养马过程中的所有费用 都由百姓自己承担 一旦养个战马去世了 百姓还得赔偿二十余两百亿 这笔钱足以让普通百姓倾家当产了 虽说面对游牧民族 有强大的骑兵是一件好事 但如果养马的重担全部压在了百姓身上 又似乎会让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 因此这利弊参半的一件事 也让后世争论不休 都说明朝皇帝多奇葩 万历皇帝更是懒得出奇 当了四十八年皇帝 三十年都不上朝 结果专家打开领幕后 才知道他有个大大的苦衷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历史 回复万历即可观看